記者會我們有邀請蘭協 他們本來答應要出席 臨時說因為 現在瓊師杯正在打 所以沒有辦法出席 陳醫師他已經加入工程師了 而且連球一號碼都選定了 跨聯盟之間 惡意挖角 據說就是台新金控 我們要成立的新的球隊 在中間去攔截 重新又去用其他的條件 去跟林秉勝簽約 他說現在林秉勝 一個人簽兩個可約 由P聯盟 P Plus聯盟 我們的工程師球隊 他們碰到了一些困難 今天主要就是來跟大家說明清楚 事件的始末 然後我們會提出建議 將來一定要能夠制度化 讓籃球運動的推動 直籃的推動 可以更健康一點 我先簡單講一下 大概就是林秉勝這位球員 原來是在T1的中信球隊 他的到月的時間是8月底 那工程師就在這個期間 應該是在6、7月的時候 然後去議約 跟T1球隊 這個中信球隊跟林秉勝本人 都談妥了 要轉隊到工程師 然後條件方面契約也簽了 9月1號開始生效 但是這當中就發生了 也是T1球 T1聯盟的另外一個新的球隊 還沒有成立的球隊 據說就是台新金控 我們要成立的新的球隊 在中間去攔截 重新又去用其他的條件 去跟林秉勝簽約 他說等於現在林秉勝 可能是一個人簽兩個合約 造成這種狀況 這個中間 我覺得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跨聯盟之間 惡意挖角沒有規範 如果統一的聯盟裡面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聯盟裡面 比如P Plus聯盟裡面 有聯盟的規範 T1自己也有自己聯盟的規範 但是當其他的T1聯盟來挖角 惡意挖角 違規違法挖角 求援的時候 就不受P聯盟的 這個聯盟內的規範所規範 所以大家就可以這樣子做 這個對將來 兩個聯盟的發展 對整個台灣的籃球運動的對動 都不是很健康 我簡單幾個例子就是說 球隊在球技當中打球 請問如果另外一個球隊 要去挖角你的主力球員 你打到一半會被挖走 球技當中打到一半 他只要條件出得起 你多少錢我給你多少錢 然後你的賠償金我幫你賠 大家將來可能會看到 球技當中換人 換隊 主力球員打冠軍賽 把你主力球員挖走 我只要出得起錢 我是其他聯盟 然後我就不受聯盟內的 內規守規範 我就來辦人挖走 這個怎麼辦 好 這個相關的對話 這個都在這個line上面 剛剛講的那個三點 包括議約的過程 議價的過程 然後以及協助去處理 他在中國大陸那邊的一些糾紛 都有工程師的議員 因為他就是已經工程師的議員 是大家 大家庭的議員 所以工程師也出面 幫他去解決一些他的問題 所以他這一次才能回到台灣來打 現在再打球之杯 所以他沒有辦法回來打球 所以也幫他解決 意思就是說 等於是他已經加入工程師了 而且連球一號碼都選定 原來這個三號球衣的球員 學長 還願意把這個三號讓給林平生 大家不講好了 結果他突然有跟別人簽約了 所以這幾塊板子 等一下都可以出示給大家看 他們的規劃 好 那最後我再補充一下 中信那邊的時間是到八月底到期 其實這個時候已經簽訂了 然後不可能說 欸 九月一號你到期之後 我那一天 我再來開始跟你談 一定是 九月一號你開始要來這邊 這個練習 開始打球 那我在之前就跟你談定 先簽了 沒想到他把這個 不能這個有保密義務的這個約 拿給別人看 拿給別的球團看 然後加碼給他 然後他就另外跟別人簽約 所以這個過程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好的示範 那球員有時候被這個法律的認知 就是我想也需要這個教育 再教育 這個會造成對他很大的傷害 誠信問題 這樣來誰敢用他 你跟你簽完約講好的價錢 你如果拿這個企業再去給別人看 然後加碼再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再跟別人簽約 這個誰敢用你 所以真的是看了覺得很惋惜 這麼一個好的球員 本來今天這個記者會 我們有邀請藍協 他們本來答應要出席 臨時說 因為現在窮是非正在打 所以沒有辦法出席 那其實我跟大家講 是受到一些壓力 包括我自己 也受到一些壓力 要不要開這個記者會 財團的壓力 大家這樣想就知道 就是要後面簽約的財團的壓力 我是立法委員的 這個我針對 也不是說 只是為了幫工程師老實講的 因為如果誇聯盟可以惡意隨意挖角 然後不受聯盟內的規範 這樣可以做 因為剛好有兩個聯盟 你如果都是一個聯盟就沒有這個問題 同一個聯盟的球隊不會去惡意挖角另外一個球隊 因為他會受到這個聯盟內規禁止你出賽 你球員不能登陸 球隊不能出賽 大家不會做這種事 但是誇聯盟就可以做這種事 所以這個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不是只是針對說我要幫我的 我是工程師的球迷 我承認 我把工程師不是這樣而已 你誇聯盟惡意挖角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解決 將來會乘出不去 球技前 那就會展開很多這種惡意挖角的情況 惡動 然後球技中 我剛剛還特別提到 如果連這樣都可以做 球技中也可以做 打球打到一半會換人 會換隊 因為他只要幫他賠款賠好 你要賠我幫你賠 律師我幫你請 這一次這個球團就是這樣跟林景森講 你要賠的我幫你賠 律師我幫你請 這個對話裡面都有 那個LINE對話裡面都有 你這樣去弄一個球員 然後慫恿他 去做這樣違規不合成性的事情 他害那個球員 你這樣 林秉勝將來要怎麼 誰敢要他 老實講我們也覺得 他是不錯的球員 最近在瓊石碑表現也不錯 又年輕 將來前景很好的 你不是害了他嗎 所以我們特別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好OK 謝謝你們 我們希望這個可以圓滿落幕 讓秉勝可以繼續打球 我也希望如果他真的回到工程師 大家不要有什麼起 就是對他寬厚一點 張開雙手歡迎他 把這個過去就忘掉 然後好好的幫工程師打球 讓這個球員也可以 在這個職業生涯 雖然這樣有一點疊了一跤 趕快放掉過去 好好的表現 你的工作就是把球打好 然後讓球迷 這個幫你鼓掌 我們希望是 最後的結果是這個方向 謝謝各位 謝謝 多謝 謝謝 謝謝